在这么一个浮躁的年代 我们可以在眼下讨论一些思想性质的问题 应该说这是都是一些比较奢侈的话题 所以我们今天将会做过比较奢侈的晚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要对我今天要谈的话题做一个铺垫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题目 我们时代的优化和意识其实不是特别准确 它来自我网上的一篇文章 而这文章是在发表的时候被编辑做了一个改动 我本来的题目是优化意识和优爱意识 而这个话题呢 我说为什么要做一个铺垫呢 因为类似的话题可能同学们听起来就有点悔涩 它的不一样在于 比如说你们以前在这个地方听的讲座 或者说你们在课堂上听各种各样的老师 介绍各种各样的知识 比如说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 比如说化学元素表 比如说我们今天听到我们在讨论中国是什么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就如此类 就这样的话题它指向一个客观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那个世界 而比如说我今天要和同学们讨论 我们所谓优化意识和优化意识 它主要不是指向我们眼前的外部世界 而是指向我们自己的内部世界 指向我们自身 这个这样的思路可能对有些同学不太熟悉 因为我们人类就说在磨蹈和动物一样 我们眼睛长在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在世界 我们看着的世界 在世界上奔忙 然后我们希望在世界上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我们追寻他们 好 但是我们很少去想一想 这个追踪世界 这个奔跑忙碌的人是谁呢 他是谁 他是个什么样子 他具有哪一些 哪一些我们现在还 我们自己未必意识到的那样些东西 我就这么话题 涉及这个话题 所以这个话题应该来说 他比较难以处理 难以处理 而且让他们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带劲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加的明晰 分析的时候更加的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或者比较直戒了当的语言 而在谈及我们人自身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疑虑 或者说有很多困难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困难包括 比如说人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存在 对吧 我们说人具有动物性 人也具有某种神性 就像上迪比较说的 就是人既是天使 可能又是魔鬼 而且这个天使和魔鬼 这两极之间并非一成不变 很可能转换 这个转换可能在上哪间完成 再一个 认识人自己 这里面还存在一个 和我们认识世界 自然之间不一样在于 你认识世界的时候 是你在认识世界 对不对 好 那么当我们眼睛转一个弯 去了解我们人自己的时候 也是只有我们人自己 来了解人自己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自身相关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有我们这个主 我们既是认识的主体 又是被认识的对象 我们能否获得 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我们能否获得恰当的知识 因为人这个东西 因为种种种的原因 很多是很好的原因 比如说道德的原因 人是一个容易自我 圆晃的 也是容易自我欺骗的 所以这些东西 会阻挡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再一个原因 比如说 有的时候是处于某种 仁慈 我意思是说 我们对具体的人的认识 有时候到了一种 分上的时候 我们就不忍心再往前走 因为和你相关 和你的亲人相关 等等等等 总之了解我们自己 是一个比较 悔涩的 一个比较困难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处理 这样一个悔涩困难的话题 我说也是个奢侈的话题 那么 那么 这个工作还要做 因为我们像这个世界 要我们是要了解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最终除了成就世界 我们还要成就我们自己 我们还要把我们自己 作为最后的结果和目的 产生出来 所以在这一路上 我们就不能够带着自我认识而前行 好 那么如何认识人自己呢 我自己 早要早去的 我认为最恰当的途径 还是叙事 就是说 某些叙事 或者叙事作品 在了解人自身方面 它所能提供的帮助 比一些 其他的形式 理论的形式 比如哲学的 社会学的 形式要有效的多 因为叙事的形式 第一它能够提供更多有效的细节和证词 相关于证词 人是什么 它提供细节和证词 第二 虚实作品 它可以 作为虚构的作品 它可以避免 对于直接的人 评头论足 在虚构的状态 它保持了一种 仁慈 再一个 虚构作品 它运用某些想象力 来穿透 那个人性中 拒绝我们了解的 那些比较深处的 我们在这些比较幽暗的成分 所以在我今天讲座当中 我会经常 我会运用一些叙事的方法 来做一些探讨 我希望大家也慢慢地 能够逐渐适应这个方法 而不要觉得 它为什么不说结论 它结论为什么总录出来 所以我们慢慢来 而思考这个问题呢 和这样一件事情有关系 我们知道在去年十月底 比较少论稍微早一点的时候 在中国政法大学 发生一件 叫适施案件 就是一个同学 他叫傅成立 在教室里面 就是像这样的教室里面 同学们都准备上课了 坐在下面的 他用一把刀砍死了 正在准备上课的老师 叫陈春明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就这样 好 那么这个傅成立 他开始老师的原因在于 他认为老师 这个陈春明老师和他女友的 曾经有过的关系 给后来 这个女友后来成了傅成立同学的女友 就是给这个傅成立和他女友之间蒙上了阴影 那么应该说陈春明还不是简单的抱负 就是说这个老师曾经这样做过 那么我就要把他抱负他 不是的 在傅成立的眼中 傅成立还有另外一种冲动 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说这样的人还能不配为人师 所以需要杀一劲百 我们感觉这没有是一个有关 第一他有价值判断 对不对 这样他这个正义的冲动 就是说这样的老师不配在那个位置上面 在那个位置上面 这个世界的秩序就有点问题 他要通过自己的手段来重建世界的秩序 他不会有那种完全可以说是一个 从他自己的感受来说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正义的冲动 他也想的比较简单 我们是否能说他是一个 他起码不是说他是纯洁的 起码他是一个单纯的冲动 包括他后来大概差不多一年 大半年之后 然后他在庭审的时候 就问他有没有后悔 他就不后悔 他为什么呢 说以后碰到这样子 他还是会这样子做 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他甚至于到最后 那个最后就面临的一个 是不是要离开世界的那个神态 他都没有想过自己这样做 是否有一点不恰当 当然了最后的结果 我们还是比较令人放心的 就是是一个无期的徒刑 是吧 他在命保住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 最近在很多人当中 就是引起了一些 在网上引起了一些讨论 那个我们也知道 很多的同情 是在这个傅成立同学方面 而和傅成立这个案事件 非常相似的一个案件 就是关于我们知道 一个杨家的杀人案 杨家因为他去上海 这个北京青年去上海 然后和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 然后警察抽查他的证件之类的 然后就面发生一些冲突 可能他挨了打 然后他就起了一个杀机 到上海一个公安局杀死 六个警察 这个事也是近人皆知 而杨家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动机和傅成立很可能是非常相似的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说 一个包含的一个 由他们 由自己的手 由行使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力量 可以说是暴力 来展现一个他们认为的世界秩序 去把自己的拿掉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那个在我们周围 有点热议 有点热议 也不仅我们 我们很多人 我们看到很多不仅同情父亲 也同意这个杨家 那么我对这样的听见 我们可以到很多方面进行 分析 很多方面进行分析 法律的教育的等等等等 那么我愿意从某个人性的角度 把它看过某一个 其中包含了 就在他们行为当中 其中包含了某个人性的知识 某个人性的认识 我愿意从这样一个角度 它并不代表对这样的案件的全部分析 只是说 我愿意从我的这样的立场来进入它 也就是说 我认为在副城里举刀的时候 在杨家刑事暴力的时候 在那一刻 他们认为自己是天然的 符合正义的 也就是说 在那一刻 他们对自己的人性的估计 是比较高的 他们所律用的是一个对于自己的高版本的人性观 在副城里那个刀落下的伊萨纳 他会感到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 甚至是圣洁的 是为这个世界除害 为女孩子 女同学除害的一个行为 我对这样一种 他的一种这样的做认识 非常感兴趣 因为很可能 这样的认识 在我们周围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当中 包括我这样的人当中 都可能分享了他的某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像副城里这样的认识 他是分享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的某一个教育 这个教育告诉我们 对我们说 如果遇见这样不公平的时候 可以运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力量 来把它除掉 从而建立一个干净的 公正的和光明的社会 就是以前讲的所谓暴力革命的理论 我们不同程度上都分享这样的看法 另外在这看法背后 还有一个认为是受强权 受那个被欺负的对象 他就很可能是善良的 很可能是正义的和洁白的 所以他有权行使这样的暴力 我觉得在这样的案件里面 我们发现他们分享着 我们过去的某些传统 而这个传统呢 这是我们在今天需要重新加以反省的 在反省这样的传统的时候 我们需要引进另外一个资源 引进另外一个资源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另外的故事 我说我们的故事关于人气的 我们不要不停地要由虚实来敬仰 这个故事是我从有个美国籍的犹太裔政治理论家 哈德·阿伦特的著作里面所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直接一直叫 比利巴尔的这个故事 这个作者呢 是梅尔维尔 就是一个美国作家 写白金的那个美国作家 那么这个政治理论家哈德·阿伦特 对这个梅尔维尔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因为这个故事 他说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经验的美国人 才能写得出来 那么而且这个故事的某些方面 和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傅成立的故事 正好构成一个参照和对比 我引用这个资源来看我们傅成立的世界里面 盲点在哪里 请大家耐心听我讲这个比利巴尔的故事 我当时看到的书以后 我就赶紧找了它的 我不知道有中文译本 我就赶紧找了它的英文译本看 原来还跟出版社的时候 我说我是也可以把这书译传 也可以分享的色字 就后来打听到 原来在2003年的时候 也是到了2003年 我们不然再翻译了这本小说 然后把它更名为漂亮水手 是作家出版社的 我说这是一本很小的小说 这个比利巴尔就是这个小说主人公的名字 他是一个 他最早是一个一般商船上的水手 他是一个孤儿 人们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脾气 和一个非常英俊的外表 所以他非常受人欢迎 那么不久以后 因为英国和法国爆发战争吧 他就去参加一个英国的军队 小说虚故 是英国的军队 在军队里面 在这个英国 在这种海军的船上 他遇到一些不顺党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 老要叫 应该是他们叫 应该是叫 机械士 军械士 或者叫兵器 兵器怎么说 就是训练兵器和 保存兵器的这么一个角色 老人给他试探 老师要给他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出去出一种人心恶 然后给他添点麻烦 可是比利波特完全不自信了 因为他太过纯洁 太过善良了 乃至于根本不能发现 别人叫他阴谋 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使 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 那么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士兵来跟比利波特 晚上说悄悄话 然后就说 船长正在发生某个阴谋事件 他们要推翻船长希望自己报道参加 这么一个心理善良的存在的青年 严正词严的把这个阴谋者给赶走了 但是尽管这样 悲剧还是在他身上发生的 就刚刚说那个军械师 有一天他当了船长的面说 比利波特要阴谋暴乱 其实那天把他那个 刚刚来捣毁的那个人 就是这个军械师派起 他是一个完全是个陷阱 要陷害比利波特 然后船长完全不相信比利波特 会做要模反这样的事情 就早来比利波特问 当时三个人在场 船长比利波特和那个军械师 那么这个比利波特 一看见这个 别人的诬陷他 他简直不能用任何语言来形容 所以他一怒之下 他辉旋 一下子就把那军械师给打死了 然后这时候 这个船长有两声叫喊 第一声叫喊是说看哪 说这个比利波特打死了一个 相当于恶魔 很快他又说 比利波特也会要受到一个惩罚 他随之喊了两种不一样的话 当然这个里面 后来比利波特怎么处理 也经过一番讨论 尤其是这个船长的参与 参与意见 能够参与的那些人 都完全不同意 把比利波特处于死刑 或者给他一个重罚 因为当时在战争时期 无论如何说 在战争时期 你一个下级 对弄死了一个上级 这确实造成了个谋满行为 虽然按照军事法庭 他是应该被处死的 所以这当时有很多争论 有很多争论 但是船长为了维护 这个在战争时期的军事 军事法 为了维护军事法 最后决定 还是把比利波特处死了 他的处死 处死的过程 是非常令人难受的 所有的这个船员们 就是海军士兵们 就看着这危感 看着他吊的上面 大家里面好像 看着那吊的 就是耶稣 就这么一个故事 其实很简单 那么这个 为什么政治理论家 对这个比利波特的 有些感兴趣 我也说了 这个都可以我们参照 副成人的故事 这个 这个缘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比利波特的故事里面 这个人是作为一个天使的形象 善良纯洁 而另外一个人是一个恶的形象 好像 应该说 这样的人 无端的制造 是非 诬陷给别人 可以说 在用副成人的眼光看来 也不会活在这个世界的 他拿着从里面分析的什么因素呢 他当时 他的语境是在比较 法国革命 和美国革命的区分 他说这个只有美金 如果美国革命人 才能写出这样的故事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在他的眼里 他说这个法国革命 在我们就是18世纪末期的那一场法国革命 和差不多稍后的美国革命 的区别在于 这个法国革命 本来一开始是追求一个自由 追求一个制度 自由的制度 但是这个革命在半途当中 却忽然扭转了方向 因为当时的法国社会 是个非常腐败的社会 弄得民不聊生 制造了大批贫困人口 虽然法国革命 本来是追求自由的 但是忽然贫困的问题 贫穷的问题 人民群众生活悲惨的问题 被提到前台来 被放到一个 无可置疑的位置上 就是产生了大量同情的问题 对这样一个同情 而且人民悲惨的人 往往就是比较纯洁的 因为可以用来谴责 和那些贪污腐败者的一个 一个道德理由 他就认为 美国革命情况 不是这样 美国当时没有 这面贫困的问题 所以他们一开始 就可以从制度的设计出发 就直接从立宪出发 所以不受这样的社会问题 贫困的问题 不公正的问题 以及同情的问题所干扰 而如果直接从 所谓自由的目标 公正的目标出发 和从一个贫困 不公正 同情出发 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前提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完成的东西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直接从如何 创立一个合理的制度出发 那么很可能就会 有一个我称之为 第一版本的人性观 也就是说 因为人性这个东西 很可能有很多 靠不住的东西 很可能有很多 无法驾驭的东西 于是需要制度来校正他们 所以这就是 比如说美国的 那个联邦党类文件里面 提到这样一些 当时的美国的立国者 他们在那批 立国的文献里面写到 比如哈密尔顿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作为立国的 建法的基础 是这样的人性观 所以我们应该假定 每个人都是会 插烂屋的 第三就是用这个南方话 所以每个人 他的每一个行为 出于私利 别无目的 好 另外一个 联邦党人的起草者 麦德逊这样写道 说政府之存在 不就是人性的 最好说明吗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 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简单的来说 就是那样一种 立宪的根据 是一个 关于人性的 第一版本的看法 就认为人性 可能有很多 问题 或者说人性本身 是并不可靠的 所以需要法律 需要来教证它 需要政府来管束它 好 那么在同时 我们再引申一下 那么是不是 同样的不是说 人民是这样的一个人性 包括统治者 也分享到同样的人性 尤其是因为统治者 他如果当了权以后 他的人性中的那些 比较令人担忧的成分 那些比较 我们现在可以说啊 用词比较 黑暗的东西 比较贪婪的东西 攫取的东西 以及扩张的东西 会通过他的权力 而加倍的放大 而加倍的 显著 乃至造成很大的破坏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同时要考虑到 对于有权者 掌握权力者 做出一个严厉的限制 因为 有一句语言大家都知道 权力可能会导致腐败 怎么说来着 极端的权力 会导致极端的腐败 是吧 所以实际上 我们说在这样一些 考虑背后啊 我们说这样的法律制度 政府建构背后 都有一套 关于人性观的设计 而很可能 我们国家 在现代思想的传播接受当中 很可能从法国当个名当中 得到了更多的 比如说关于同情 关于底层 对于不公正的反抗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 在这样的考虑当中 很可能就同时 接受一个高版本的人性观 就卢梭的人性观 卢梭认为人是好的 社会制度把人腐败掉 对不对啊 或者说我们接受了 被欺负的人 被侮辱的 或者被损害的人 他们就有一种天生的 有一种 道德上的正当性 或者说正义性 然后他们就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志 运用暴力 来重新安排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说 我拿这个 如果像我们相比较的话 比如说这个 比利暴的 也是个天使般的人物 这个傅成立 在某个意义上 他真的具有 某些天使的素质 后来我看过 正好我自己女儿 是正乡大学的 所以我就通过 我女儿在我的网 电脑上留下的 正乡大学的 学生论坛 叫苍帆云海 这个论坛上 看到了两篇 傅成立的中学同学 回忆傅成立 那个真的蛮感人的 傅成立并不是一个 性格内向 满了思维狭隘 然后不喜欢有人打交道 恰恰心满 他是个急功耗益的 乐观开朗的 那样一种 是一个活泼开朗的性格 而且实际上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他大概在 可能是应该在 人民日报 或者是一个大报社 做实习 据报社的人们反应 他也是一个 很有正义感的 那么就这么一个人 他最后就做出了 可以杀死自己 老师的行为 我们会说 他始终可能持有一个 对自己比较高的 高版本的人性观 而这个人性观 不是说傅成立头脑中的 而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 在我们的小小的传统里面 以及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我们所有人都分享了 这样一种人性的观点 包括当前 包括当前 那个我要说 当前我们很可能 我们这时候很多问题 有很多很不入人意的现象 或者说我们看到了很多 人性的急于不理想的 人欲横流 或者腐败等等等等现象 但是很可能 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而我们的人性版本没有跟得上 就是我们对人性的认识 没有跟得上 我们周围的人性 所表现出来的现实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在去年低震期间 四川有个中学老人家饭跑跑 有些饭跑跑 然后他叫饭美洲 对不起 然后呢 他在地的萌萌把同学丢了 自己跑掉了 是吧 这个行为我们可以从各方面进行讨论 然后他当时和一个叫郭俏俏 也是后来网上的名字 在凤凰无论之间一PK 那么PK的时候 这个郭俏俏 他是反对犯法的行为的 因为他反对犯法 我就把他们弄到一块去掐 好 那么郭俏俏在和饭美洲之类的呢 有一句话通口说 说你不是人 哎 你就会 我们就会发现 我就在想 哦 为什么 为什么他说他不是人了 在这个说法的 被饭 或者他前提是 人不应该是这样 不应该像范美洲这样把学生扔掉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那个贪生怕死 那个夺落而逃 自我保命 不正好也是人性的某个恰当的流露吗 为什么说 范美洲行为就不是人了呢 我们从从可以看出 在这个 在波跳到的思想中 仍然持有一个对人性的比较高的一个估计 一个高版本的人性观 好 那么我们说我们的认识要跟上周围的世界 好 我们关于人性的认识 也要跟上我们周围的现象 所以我就提出一个 记忆版本的人性观 这么一个讨论 那么这个讨论呢 也是那个 经过一些的转换 也是受了一些其他而来的 我们才回到这个 所谓幽暗意识 和幽幻意识的区别上来 来谈这个所谓什么叫幽暗意识 和幽幻意识 这个区别呢 是我要说 不是我首先发明的 是一个台湾出去的 在美国的学者叫张浩 张浩 这个工厂张浩是三点水 一个井色的一个书页的页 对 张浩先生在他的 他是在哈佛毕业之后 在美国教书时候半年 从他的长期的研究当中 他发现 他的思考 为什么在中国 开不出民主宪政的传统 在长期的思索和研究之后 他的结论是 中国人对于人性 持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乐观的看法 我们经过这么一番叙事 讲故事 回到我们的幽暗意识 和幽幻意识上来 我们的今天题目上来 这个区分是 我们说是学者张浩先生 在他长期研究 为什么中国开不出宪政民主的传统 是因为宪政民主所需要 那个人性版本 在中国是比较稀薄的 换句话来说 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包括儒家传统 对人性的看法 是一个相对来说 我们说相对来说 比较乐观的 和比较正面的看法 虽然当比如说儒家 说要教化和教养的时候 这个里面包含了 对人性的需要改进 对人性的一个低矮部分的一个估计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这个我们的 比如说儒家文化 对人性的负面 主要采取的是一个侧面的 侧面的一个旁敲侧击的一个看法 而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表述 我们指的是对人性的那些负面的东西 那么他就提出张浩健 其实是优暗意识和优幻意识的区别 他说这个 当然我们知道优幻意识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中国 他说这个在我们传统的优幻意识呢 主要是意识到周围的世界 出了问题 幻天下不均 或者幻政权不保 或者幻民生疾苦 等等等等 我们看无论如何 他是从一个幻世界的角度 觉得世界有危机 甚至于危机赐负 所以对这个危机状态要有警觉 要有意识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也挺好的 但是 同时他缺少对于人自身的 那样一种 我们刚才讲的负面意识的一种意识 所以他其实要有幽暗意识 什么叫幽暗意识呢 幽暗意识就是对于人自己的 人性中的可能的黑暗 可能的漏洞 可能的陷密 可能的坠落 可能的堕落 以及人性中的善良的东西 很可能像邪恶的转化 人性的不确定 人性的脆弱 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 他把它叫做 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意识 对他们的随时能够意识的道 他说是一个叫做幽暗意识 我们很多的同学想到 这不是对于相对于人性恶的一种看法 我自己不大赞成这样的说法 是因为 事到如今 我们反对任何一种行而上学 因为反对于人性来行而上学的看法 反对仅仅把人性看作是黑暗的和负面的 因为其实在人性中有其他的可能性 也有善良质疑的种种可能性 所以当我们说幽暗意识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一个本质论的人性观 而只是强调对于人性中 所有那些负面的东西 要有一个真正的警觉和意识 要能够正视他们 并且把这种正视 这种意识 随时随地地带到我们的生活 行为和言语当中去 比如说傅臣礼 他怎么就会觉得自己就能够 杀一尽百 替天行道 他怎么就不会去想想 在他这样的行为里面 很可能 有他所意识不到的 邪恶的 那在这里呢 就是说你可以超越他人的生命意志 夺走他们的生命意志 这难道不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吗 他怎么就不会体验到这样一种东西的 有人有个不恰当的表述 我不是很同意 但是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是 有一定的道理 说中国文化是个喜乐感文化 就比较喜乐的一种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喜乐起来 那也好 但如果的确我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的确我们已经在世界上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而且这许多障碍 所有事情都是人做下的 其实 对不对 这一障碍恰恰和我们自身的人性的种种 不如人意的表现有关 而我们为什么不去重新寻找和建立这样一个 第一版本的人性观 把某种幽暗意识始终贯穿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言语当中 比如说这些年在我们主流媒体上面 在一些报告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忧患意识这个词 对不对 都会遇到忧患 尤其今年 谈论这个出现频率 我觉得今年是最高的一年 那么也就是要居然思维 好多居然思维 这是非常好的一条思路 这是一条辩证法的思路 也是一条有所节制的一条思路 但是为什么不同时也提及一条忧爱意识的思路 也就是说 不仅要意识到在木学的状况之外 有一种木学的某些危险 而且尤其要意识到这样的危险 恰恰是由自己的某些行为所带来的 比如说 你对一个贪官说 你要有忧患意识 就为了党和人民 你不要再贪了 这说服力 这是有说服力的 对吧 不能不敲这个锦钟 但他既然贪官 你要让他对党和人民 为了国家 你再去不要贪 这样都比较周折了 比较远了 为什么 同时提倡一种 我们称之为优爱意识 就首先让他意识到 他这样的行为 先不要考虑党和国家 就他行为本身就非常的黑啊 非常他那种贪婪的 私利的行为 不说是为了党和国家 本身就极其丑陋 对不对 为什么他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丑陋之处 比如说 我们知道在对于交时间 是因为 起因是因为 一个官员 他要求提供特殊服务 然后被对于交拒绝之后 这个官员拿大把的钞票 去打这个女孩的脸 你想看 这个行为多么的丑陋 是不是 多么的 我只能够丑陋 我不能够 我找出别的词来形容 他丑恶 他为什么就没有意识得到 他为什么想都没有去想这件事情 那么我所谓幼岸意识 就要 其实说白了 就是要建立起对于自身恶的清醒和防范 先从防范自己这里开始 首先意识到你自己的这种做法 本身他的丑陋和丑恶 不说给了党和国家里面 我就看 他本人就是 本人就是错误的 我没有 可以有很多更加厉害的错误 我暂时不用 并且 尤其需要的是 把这样一种 对于人性的 幽暗的表现 结合到我们的制度建设里面去 也就是说 既然人都可能是贪的 人心都可能是 涣散的 不是涣散的 或者是都可能是 为自己的 而且很可能无止境的 那么就需要把这样一种 对待人性的估计 人性的表现 通过制度的建设 来加以限制 和加以校正 那么也就是 呼一个 要限制权力 避免权力的 无限制的扩张 以及 充分发挥 各种途径的 包括机构 到人民群众 到舆论的 对于权力的监督 实际上 我要说的 我还要简单说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 制度建设的背后 都有一个 人性的版本在 你对人性 有什么样的估计 你就有什么样制度建设 如果你人性是好的 制度就是松的 如果人性是 因为很多 我们说 包含了 更多的幽暗意识在内 你的制度建设 就会严格一点 我看到报纸上 我很多年看到报纸上 有个贪官 抓进牢里面去了 他很抱怨 他抱怨什么 他抱怨说 组织上不够关心 因为组织上早点告诉我们 或者说制度 有更多的防范 更少的漏洞 他就可以少贪一些了 或者不至于到今天坐牢了 我觉得他这么说的蛮有道理 我们不要 不要那个 因为他坐牢了就不听他的这种呼吁 对不对 因为在碰到那样的诱惑的时候 巨大的诱惑时候 这个人性是靠不住的 不能用这个人出生好 以前工作好 表现好 人正派 来取代 我们说对这个人 或者对这样一个 可能发生的这种 人性的限立的这样一种危机的认识 所以我比较强调 在今天在我们强调 优患意识同时 也要同时发展出一条 关于人性的 优爱意识的思路 在今天人性换脉 种种仇恶现象 随处可见的情况下 我们人的认识 要与这样的现实相区配 跟得上 通过对这样一种 人性认识的调整 来调整我们生活和制度的 方方面面 而我要说 在我们的事业当中 关于人性优爱意识的资源 在我们平时界中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很有限的 我觉得尤其在中国的 包括思想家 包括我们的事实作品里面 关于人性 更多的采取一种 比较喜乐的立场 比较放松 比较放动 相对来说 比较放任的立场 在这方面的意识是远远不足的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部小说 和一部电影 这两个东西相关的 谈这个关于人性的看法 这个小 这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部电影叫《战争启示录》 是不是啊 关于越战的 好 这个电影来自何处呢 来自一部小说 有同学知道 这个小说是什么小说吗 这个小说是一个英国裔的 其实出身于波兰的作者 叫康拉德 这个小说 小说名字叫《黑暗的心》 这个小说完成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不不不不 上上个世纪 在九十年代 也就是说这个作家 在面临 面对现代社会 新奇 而在现代社会里面 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外衣之下 很可能 那个人性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而不是坚强 在个紧紧的一层薄薄的文明外衣 就隐藏潜负着巨大的人性的凶险 他在那个时候就完全意识到了 所以他写了一个小说 《黑暗的心》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跟那个 现在写的时候完全配套的 也就是有人沿着河流 术流而上 术流而上 然后在这河流的上游 去寻找一个叫做库尔茨的人 这个人本来来自文明社会 但是现在变成了丛林社会的领袖 在那里搞出一个专制的一个小社会 那么我要推荐在卡尔茨的小说里面 在《黑暗的心》里面 对于这个库尔茨 与他的丛林社会有大量的描绘 大量的描绘 也就是说 他力图揭示出 在那样一个荒芜的丛林的环境里面 人性也慢慢的还原为 褪色到他的原来的底色 因为他原来的底色 就跟荒野一样 很可能是 比如说是虚无的 是没有中心的 是涣散的 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 很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 把人性描绘成一个荒野 荒芜的样子 似乎有点伤人的自尊心 有点违背我们积极的一个看法 但是也可能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人性中的一些荒芜 意识到我们人性中的黑暗 恰恰可能发展出一种 从荒芜中来寻找意义 从黑暗中来克服黑暗的 这样一种积极的东西 所以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我就剪 我可以剪 我还可以推荐一些 比如说 你们可以到图案导演书 这个书叫西方现代派研究 是八十年代出版的 我觉得那本书对我的思想影响比较大 那个作者叫陈坤 是北大的一个外语系的教授 同时也是个诗人 他在那本书里面 也谈了很多 关于 他那个时候没有用的幽暗意识 他就只用的人性恶的意识 谈了很多 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很多人们在思考 怎么会出现人和人之间那样一种 比如说读戏史 这样一种巨大的 发现这样巨大讨案的时候 于是很多作家 那艺术家们都热衷于 或者说都重新去反思人性本身的原因 比如他提到 提到 有一本小说叫做 叫英王 苍蝇的影 英王 他叫英王 然后比如提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喜欢的 有一本法国人的小说 叫拉摩的植儿 黑格也很喜欢 这里面是讲的人性的分裂 他提到 比如说呼啸山庄 一个表现人性那样一种 呼啸的真容的面貌 等等 总之 如果说我们要需要建立一个恰当的人性版本 我们资源不足的话 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 尤其是第二个世纪以来的许多叙事作品当中 电影小说里面 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资源 我也是特别愿意向年纪朋友介绍的 好 那么我要说的 今天是个开头 就这些 我下面希望我们能有一个互动和讨论 其实这个讨论是比较 讨论不一定是 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 好的 第一个问题我想跟你讲 既然人性是恶的 幽暗的 那么设计我们的制度 就应该像韩非所制定的那样 言行政法 那如何看待我们当前社会所探讨的 以人员本 那么我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您觉得当前的制度 是用来限制人民 还是用来限制我们所谓的领导 是用来保护反截 还是用来保护贪官 或者叫替德帝集团 第三个问题 因为我说这个百姓可能呢 有一些的这样一些人性方面的一万意识 那么这种幽暗意识他会 他只有当这种幽暗意识呢 上升到他的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公权的时候 他才可能对这个社会造成危害 其实每个人呢 他心里都是有这种 这个幽暗的意识 但这种幽暗意识 只要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 啊 股败这种主要的时候 他只能对社会呢 还不会呢造成了某种危害 啊 除非呢 是像啊 这个前面谈到的 有几种这个 特别的情况 啊 这个当自己的利益 啊 受到极大的 这种准害的时候 才可能呢 爆发出来 所以说 一般的情况呢 我觉得呢 可能更多的是要限制这个公权 啊 这种是这个 特别是掌握了这个 这个一定的公权的这样子 而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呢 他的危害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要 这个限制这种公权啊 这是我的观点 不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 崔老师呢 这一方面呢 是多多看法 啊 是掌控理情呢 谈谈谈谈谈谈的这个观点 呃 谢谢您的表述 实际上在您的表述里面 已经包含了您的答案 呃 有些是不需要我来回答的 哎 那个 呃 我倒是愿意介在您的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所谓以人为本 啊 就是说 呃 这个话题 其实以人为本 这个话题和我的话题 完全是呃 契合的 因为我也谈人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以人为本 是个非常好的话题 好 以人为本 就我们终于来到一个 就如果说 以人为本之前 意味着一个 一个所谓 以神性为本 啊 不是以人性为本的话 我们终于来到一个 以人的 满足人的 需求 欲望 来到一个 由人组织的一个 世俗的世界上面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非常呃 非常值得肯定的 一个话题 那么 既然这样一个呃 实在世俗的 人的年代的开始 随之而来就就我说的 要发展出一个恰当的 对于人的认识 就是以什么样的人为本 是不是 因为人性是复杂的 人性有方方面面 那么我们说 以人为本 只是一个起点 还要把它进一步 加以完善 也就是实际上 我们就呃 二韩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看法就是说 其实不是说 对人性所有方面 都开绿灯 对人性所有的表现 都加以赞典 而是要在 人的世界上 世俗市场 建立起恰当的标准 和建立恰当的限制 所以我认为 以人为本的标准 也是一个 应该有标准和 限制的一个 一个一个社会 也就是说 同时意味着 我们怎么在大地上 建立起一个 尺度和规范 来限制和教证人 而不是放纵 我们的所有保免 就这样我们的画地 进行画我的说法 另外一个 其实你已经 当 另外我要想的是 当我们讲说 一个需要个 低版本的人性观 然后需要把这个 低版本的人性观 续在某个制度上面 制度进去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涉及到 一种关于 人性的知识 在我们看 人性的知识的时候 我觉得 最好这时候 我们 不要先讲 有权利的人 或没有权利的区分 因为谁都 谁都是人 谁都分享的 这样的人性 也都需要这样的知识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的意思 我不主张 某些话题 仅仅是给 有权者的 我认为我们的话题 同样是 也是给 无权者的 因为 包括 你在争取 你的权利的同时 包括你 甚至你在争取 我们说民主的同时 也很有可能 有某些 优惯的因素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今天 也要同时提出来的 我们不能认为 比如说我们 在争取民主 我们争取自由 我们争取权利 我们就是 有天然的 道德的优越性 和正当性 不 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要实时意识到 某些人性的 优惯的成分 我觉得 恰恰在这里呢 我们可能区别于 我们以前受过的 那样一种教育 第三 确实 我们讲说 把这样的 人性的版本 吸取到制度当中 去的时候 当然 这个制度 尤其要考虑到 对于掌权者的 限制 这条文学图里的看法 对掌权者的限制 不是说对公权力 对掌权者的限制 因为权力在他手上 有权人 所可能造成的 他人性爆发 所造成的危害 通过权力所造成的 破坏 对于他人的伤害 比没有权力的人 互相之间 要大的多多多 比如说我跟你吵架 我跟你家家 我打了你 这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说 我是一个干部 我通过 我打电话 给公安局 或者叫起来 因为我和你的 我们邻居的地基的问题 等等 我通过公权力 把你抓起来 我所造成的恶 比我们两人打架 要恶的多得多 所以全通过权力 所释放的人性恶 应该比 确实比普通的 我们讲的人性恶 要大得多 所以我们讲 限制人性恶 同时意味着 首先限制掌权者 谢谢